正在长城上盯球的这名老外,对很多球迷来说并不陌生 他就是德国足坛民宿,有金色轰炸机美誉的尤尔根克林斯曼 12日至14日,克林斯曼作为德甲特邀大使开始首次中国行 目前恰逢中国男族率位空缺,克林斯曼此时造访令外界浮想联翩 球员时代的克林斯曼星光翼翼,俱乐部生涯中曾转战德亿英法四大顶尖联赛,均有不俗表现 他也曾代表国家队出战108场,进球47个 2004年,克林斯曼走上执教生涯,曾担任德国国家队拜仁慕尼黑,美国男足主帅 谈及中德足球的差异和中美足球的区别 比赛和执教经验丰富的克林斯曼说 不能简单地将足球经验复制粘贴 谈及中国足球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时 克林斯曼强调,需要在了解一国足球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很好地做出决策 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,我还不了解中国的文化,对中超也不是特别熟悉 对中国的教练员和球员等方面的水平也不清楚 当我要做一件事情之前,必须要对一切都很熟悉才行 此前,克林斯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自己从来没有想到会执教德国队、美国队和拜仁慕尼黑 但后来都做到了,因此不排除自己会执教中超 甚至成为中国国家队主教练的可能性